完全是靠主耶稣基督 但是旁边那个启酌盆呢 右边那个启酌盆呢 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成圣者 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成圣 我们还是要靠主耶稣基督 当然靠祂的灵啊 靠祂我生天以后拆派来的那个圣灵 然后呢 左边呢是医治 医治者 主耶稣基督是医治者 可以医治我们身体的基地 下面的王冠是主再来的君王 主是再来的君王 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 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 或者不能传福音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齐贴肉主不是顺着圣灵而行 这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靠着圣灵这个真理的认识 还有我们生命的这个成圣 然后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 你看那边所说的是什么 刚刚说的就是我们 知道要做的事我们却不去做 或者不能做 这个也包括传福音 我们知道要传福音 但是我们不去做 或者我们不能做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还有包括很多 传福音只是圣灵要做工作中的一个 一件事件 还有其他的事情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赞美 将你自己的话 将你的信息放在教会的当中 愿圣灵法会师帮助弟兄 帮助姐妹 把主你自己的话放在心里 是吧 这只是一个祈念 主啊 帮助我的弟兄 帮助我的姐妹 在今后的年月当中 要更多的来亲近你 更多的谦卑的来领受 你要给他们的这个圣灵 主啊 求主你祝福每一位 祝福你的教会 主啊 让这个教会 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连归族的教会 主啊 让你自己的名在这个地方被告取 让你得到你配合荣耀 让更多的人 能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来敬拜你 来葬礼你 叫你的喜恩得到喜悦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合一的祷告 再去共住 也许一句字 我们